大家好,我是Ander 这节课我们就来重点学习一下安卓传感器相关的知识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首次终端设备 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还有手表,手帆 以及前段时间谷歌比较火的一个谷歌眼镜 这上面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是传感器 通过这些传感器,我们可以获取到各种各样的数据 比如说手机当前的温度,以及光线的强度 还有手机的位置,以及手机的方向等等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把它应用到我们的软件中 以及或者当成一个独立的模块来进行开发 会大大提高我们应用的功能性,以及提升用户的体验 所以说呢,安卓我们说,安卓传感器是安卓开发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块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学习它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 安卓传感器这个这节课呢,我们总共分为四个模块 第一个模块是安卓传感器的介绍 在这个模块里面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安卓传感器相关的知识,以及谷歌API 就是相关文档的阅读,以及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还有目前市面上其他一些软件的使用传感器来做的一些 比如说功能啊,或者模块之类的 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第二个部分呢,是安卓传感器的分类 安卓传感器呢,总共分为三大模块 在这一部分呢,我们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 就是每个分类里面都有一些拿写传感器 以及这些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 还有就是我们如何获取手机上已经存在的传感器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新的手机啊 想知道它手机上都有拿写传感器 或者是比如说买手机的 它告诉你有什么有气压传感器啊 有什么呢,你可以通过代码去获取一下 手机上是否是真的有这个传感器 等等等等 第三部分呢,我们就来使用代码演示一下 安卓传感器的开发和应用 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挑几个传感器 可以跟大家重点的介绍 在这里面呢,我选了有几个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光线传感器的使用 还有加速度传感器的使用 还有方向传感器的使用 在这个模块最后呢,我会带大家一起做一个小小的指南针 带大家熟悉一下安卓传感器相关的一些应用之类的 好,最后一个模块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开发中要注意的事项 以及我们前面学习的内容之类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模块 我们开发前的准备 开发前的准备呢,我们知道 之前我们来讲一些,比如说安卓应用的时候都是用的虚拟机,比如模拟器 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一些地图里的一些GPS的 还有一些什么代码条都用的是模拟器都可以完成 但是呢,传感器这个东西 你必须是要有一台安卓真机的 并且呢,这个安卓真机 你也必须买一些大的厂商的一些手机 所以说呢,建议同学们 要买一些比较稍微贵一点的吧 也不算太贵 就是那些大的厂商 然后这样呢,他们做出来的手机里面的传感器会比较全 比如说他手机里面附带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还有一个,还有一点就是 他的传感器的标准呢,也更符合谷歌官方的标准 这样对我们的开发呢,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说必须有一台安卓真机 那么传感器呢 传感器我们目前都有拿写的使用场景了 我们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也许大家第一次接触到传感器这个概念的时候会比较模糊 一时想不到在哪个地方使用 那么在我们平时使用手机的时候 大家是否注意到有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当你脸就是贴到电话的电话上的时候 贴到手机上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好的一点的手机 那么他就把屏幕自动关闭掉了 当你从把手机从耳朵旁边拿过来的时候 他屏幕又自动点亮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使用的安卓光线传感器 当你手机靠近耳朵旁边的时候 光线自动减弱 那么呢 他就根据这个 这个光 反净反净光线的变化 把这个屏幕关闭掉了 防止你的脸部 碰到那个安卓手机的 就是挂断电话的按钮 这样的话 会非常提升用户的体验 这个是光线传感器的使用场景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经常玩赛车游戏啊 这些像那个手机 就是来左右控制方向之类的 这些是用的一些重力传感器 还有一些 像我们后面要跟大家介绍的 指南针的应用 指南针呢 我们就是手机里面有一些 有那个方向传感器 如果手机里面有方向传感器呢 那么它就会根据 资场的变化来 来指引相应的方向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这些呢 通过这个来做一些 指南针的应用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比如说 通过方向传感器 做一些导航啊 指南针类的东西 那么市面上呢 有一个应用 曾经在谷歌 谷歌市场上比较火 当年也是风靡一时的 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的名字叫做 跟大家写一下 叫做 我大家搜一下吧 我们打开百度 这个 这个名字叫做 这个应用叫做 s.m.t.h 这个游戏呢 英文名字叫做 s.m.t.h 中文名字呢 叫送我上七天 那么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呢 我们看一下 新浪网的相关介绍 其实呢 这个游戏挺简单 只有一个界面 而它的玩法呢 也很简单 就是玩家秩序 像天空中扔手机就行 扔得越高 那么你的分数也越高 那么这个呢 它其实也就是使用了加速度传感器 来感应你手机速度的变化 那么这个游戏 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个 看看视频 看大家怎么玩的 看他怎么玩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首先这个美女在向天空中扔自己的手机 那么他接到了 有一个大家刚刚看到有一个叫做 再跟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9点多米 这是这是他扔手机的分数 以及后面出现一个全球的排名 那么这个游戏呢 其实就是这样玩的 你扔的越高呢 那么你的分数越高 这是一个当然了 这是一个土豪的游戏 如果说你比较有钱 那么你当然可以把手机扔得非常非常高 其实接不接住接不住都无所谓 只要分数传到服务器就行 是吧 这样的话你在排名 在全球排名 就可以在非常非常靠前 好了 这是一个加速度传感器相关的应用 当然了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应用场景 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 后面我们大家也可以下去 多了解一下相关的传感器的应用啊 什么之类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谷歌官方文档对传感器这块是怎么介绍的 好 那么下面我们打开谷歌浏览器 首先打开这个开发者网站 域名是这样 待会我跟大家写到课件里面 由于谷歌 现在在国内打开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说我提前给大家打开了 大家下去以后可以尝试访问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大体结构 其实大家平时要经常来这个网站上瞧一瞧 它有一些最新的技术啊 包括一些谷歌最新的空间之类的 包括像呢 现在前段时间谷歌推出的TV版 还有一些空间呢 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些像这个是新的地图API 不过这是谷歌地图的 还有下面一些新闻呢 什么之类的 大家可以瞧一下 好了 那么言归正传 我们先看一下API文档 在这个地方 点开API文档 那么在左边这个大分类下面 我们找到有一个location and sensors 之前呢 这个sensors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分类 那么后来谷歌工作师 是把这个sensors和location放到一块儿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有一个sensors overview 打开它呢 我们看一下 它是关于传感器的中速 首先它说 很多安卓的设备都用一些传感器来测量一些动作呀 方向啊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反景条件 还有下面等等等等的一些描述 这个地方呢 它说传感器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就是动作传感器 还有反景传感器 还有位置传感器等等 再往下看是 这是一大堆关于传感器的介绍 下去大家可以就是对照的仔细阅读一下 我们主要看这个列表里面 这是关于我们手机上传感器的种类 我们看下面大致这么多 这里面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这个type type呢 就是说呃我们手机上传感器有的是硬件的有的是软件的呃呃呃这个呢 比如说方向传感器它就是属于软件的传感器那么它它其实呢就是建立在这个加速度传感器上了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这个每个手机里面都不同 大家呃注意一下 包括下面这些就是传感器的框架之类的 包括传感器的类 待会我们在呃使用代码的时候跟大家详细写一下 还有下面一些呃相关的呃 视力代码方法之类的 好了 嗯 关于sensors的apr文档就大致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把这个网址给写到课件里面 下去大家可以自己访问一下阅读一下 ok